曾有多人坠入的狐眼天坑 石头丢下久久听不到回音 这里有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感觉 坑底竟然遇到几十年前的人类 还有这个神秘物件 关于这里发生的事情 附近的人都避之不谈 那么狐眼天坑究竟吞噬了多少神灵 跟随我的镜头悬空所降一百多米 第一视角体验探索这个深渊巨口 从你前面那个坛口下去 就应该是一层悬空了是不是 这个不要把坛口知道 反正石头关键不到底 在这个坛口这里 我们扔个石头 听一下 这里有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感觉 现在老孟率先到达了坛口 我随后就到啊 继续下降 从这里望向坑口 我们下来大概是三四十米的高度 然后在我的身后 哇 天哪 太小人了 在这个位置做好了保护站呢 我们把绳子先放下去看一下 目前我已经放了大概八十多米 哇靠 烧不住车了 这完全不知道还有多深呢 我们现在就开始下降垂直悬空的这一段了 大概是一百多米 给你们看一下 从这上面下来 那边还有一个窗口 看到没 在我手指的那方向 是我们第一次所降的下降点 现在我和老孟距离比较近 开了两条线 等一下爬上去会快一些 往下看 看不到底啊 看不到底 完全是个黑暗的深渊 会不会踩到你 不会 直接搞 OK 老孟马上要过神节了 我们神节位置差不多 我们能到那个平台 我们看一下 这个位置离岩壁大概十米左右 完全是垂直的 从这里往上看有两个洞口 底下湿气很重 下去看一下我们的落点在哪里 因为绳子不够 在这个位置接了一个一百米的绳子 然后这个疙瘩呢 从这个装备里面是过不去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过了这个神节 然后从下面这个绳子继续下降 过完了这个神节 OK 没问题 取得保护 继续下降 我们从上面降下来 并没有到底啊 所处的是一个狭小的裂缝 在这个上面大概三米多的位置呢 有一个大平台 我们现在是从这里爬上去 看一下下面什么情况啊 这个裂缝这里 下去还不知道有多深 那边还全部是黑暗的一个深渊 我们先在这边探索一下 然后再继续下降 我们是作为第一次到达这个位置的活人 可以看到这个平台 巨石上面是一些 丢下来的垃圾 然后还有一些碎骨头 应该是小猪的 这个上面还有很多耳标 看这里还有一些生活垃圾 但是不多 这边有一个手机 还是一个智能机 看 从一百多米高的坑口扔下来 这个已经全部摔碎了 变形了 现在我们从这里继续开线布绳下去 看到这个后面 现在灯光还打不到底 在这个位置发现了一件蓝色的衣服 这个一看就是 上面有根骨头了 你没看到 那上面点 哇靠 看里面说不定是个人 从那个落点继续下降了 就是一直是这样的斜坡 可以贴着岩壁走 然后我们看一下 估计这块还有个 六七十米就能到底了 我们最后的落点 是在老梦站的那个位置 现在就是这个巨大洞穴的底部 我们看一下 这边全部是乱石头 前方 感觉是有洞道啊 那边是黑漆漆的 那个位置就是我们下来的地方 现在这里很明显 是被水流冲出来的一个凹槽 两边的这个石头呢 都呈比较原始的状态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淤泥 这个石头 为什么会立在这里 这底下是绝对没有来过人的 因为我们走访了周围的村民 可以说从来没有人下到这个里面来 现在就贴着这边的岩壁往下走 看看这个地上红色的东西是什么玩意儿 像这种霉红色的 没有可能是被扔下来的猪砂之类的 加快步伐 这是一个编织袋 装了猪饲料的 好像是空的 这个口袋里面 装了垃圾 继续前进 前面又发现了 那种蓝色的衣服 就是我们刚刚在那个平台那里发现的那种 走过去看一下 老孟 这边又发现了衣服 你快来 有衣服 刚刚那个 我脚旁边 我差点踩到了 脚旁边就是一根小骨头 说回来 衣服在那个位置 里面包裹的不知道是啥 我们看老孟 有没有这个胆量去动一下 这个上面就有泥巴 很滑 很滑 这位置是一个编织袋 然后这边有一个手机 看一下 老孟你来了吗 来了 你看这里有一件衣服 就跟我们刚刚看到那件衣服 好像是差不多颜色的 但不是一个款式 你看 哇去 那里面会不会是个人呢 不太可能吗 就一件上衣 有可能被冲走了也说不定 对 你看这个上面都还有口袋 难道说里面涨水的时候是腌得很高吗 你看那边也刮了一个 那里 下面全是淤泥 你敢动吗 没有吧 有没有 我觉得不要动它了 算了不搞 现在我跟老孟两个人继续前进了 这里发现了一个编织袋 好像有东西 走过了刚刚发现那个东西的编织袋那里 我们现在继续前进了 脚下有很多的淤泥 我感觉 这个里面水大的时候 它应该是全部被淹起来的 老孟 这里有一个腿杆 腿杆 对 被那个淤泥包裹了 人的腿杆 你别动 你过来拍一下 你别动它 老孟 你看这里 你看这 这是什么 这还能说吗 一尺多长 但是这里还有一件衣服 你看到没有 这是这个衣服 裤子 对 这应该不止一个 天哪 这里还有一件毛衣 你说这天天里面到底是藏了些什么东西 老孟 这里还有 哪里还有 这里 这里 小关节 在那里 这是我刚刚都看过去的 你刚刚到这里来了是吗 嗯 哎呀 这些角落里面 这一定多 这淤泥里面绝对会有的 看这么这么高的淤泥 好几米高 全是泥巴 这里有石头 我从这里过来看一下 小心啊 下进去吧 我感觉有点危险 看一下前面是什么 哎呀 这里有个手机 啊 看 手机不价了 手机只剩一个框子了 这里一个编织袋被冲过来了 这个就基本上探索结束了 返回去还有 两百多米的绳子要爬呀 兄弟 走吧 走 兄弟们 现在我就开始返回爬绳子了 今天的探索呢 到时也就结束了 现在是 特别累 最累的一个阶段 往上爬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